帶來關心基隆這名39歲的殺人未遂 檢信逃犯在昨天晚間是終於過往了 他在北北京逃窜了4天 是被新莊分局的警方來壓制逮捕 那其實今天一早 他也是要從基隆第四分局 要移送到基隆地檢署來初步調查 那也看到他當時在移送的時候 其實是不發一語 面對著大家的問題 其實低頭就上了警車準備前往地檢署 初步調查之後 這名檢信協犯會再送回台北地檢署來再偵辦 那其實他在初步公稱 他會逃亡 其實是因為他過去被涉犯的案件 被判了5年徒刑 再加上要3年的強制治療 因此有8年的時間都要在醫院度過 他認為他自己的身心狀況 非常的健康 不喜歡醫院的環境 因此才會展開這個大逃亡 那現在帶來看到他逃亡的日記 其實他從19號 從基隆的醫院脫逃之後 是搭客運前往台北的松山 以及南京公寓 那其實當下因為身上已經沒有錢了 因此他是徒步走到台北車站 以及龍山寺 那會選擇龍山寺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名嫌犯的地緣關係 過去就常常在萬華來走跳 因此他在龍山寺公園 也認識了不少朋友 所以他第一個逃亡點是前往龍山寺 後續再往西門町的徒步區 最後是在西門町的日租套房 度過了5月19日的逃亡第一天 那接著帶你來看到 其實5月20號的時候 他依舊是在龍山寺遊蕩 不過他疑似已經發現 警方已經掌握他的行蹤 因此他趕緊是搭捷運 要前往新浦站 接著再轉搭公車 那一路就來到新莊區 不過但你看到比較特別的是 他到新莊區的時候 他第一個點竟然是找到了地藏王的廟 來拜拜拔筊 那當時畫面曝光可以看到 這名簡姓嫌犯也相當的虔誠 連逃亡都要拜神 那不過呢 遺憾的是他不斷的在拔筊 結果都拔不筊 最後他只能摸摸鼻子就離開了廟 接著他下一個地點 因為真的沒錢了 他下午3點的時候 就開始要來應徵工作 不過他也非常的狡猾 他用了假名叫簡姓紅來應徵 也因此他的老闆以及同事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殺人未遂的嫌犯 那他工作了 從5月20號工作 接著5月21號整天也都在工作 那他為何會落網呢 其實是在5月22號 警方已經掌握他的行蹤 最後是在新莊的雙縫路上 在倒垃圾的途中落網 不過有趣的是 其實他當時工作了 兩天一天薪資是1400元 等於兩天薪資2800元的錢 都還沒拿到就落網了 不過其實根據警方的掌握 這名簡姓嫌犯 其實過去有跟一名太極女子結婚 並且生下一對雙胞胎 不過後續因為他其實疑似喜歡賭博 因此跟家庭的關係都相當不和睦 最後也跟這名太極的妻子離婚了 那最後他因為過去涉犯這些案情 所以他是被判5年徒刑 以及還要再被送到醫院來強制治療3年 因為他初步攻撐 他不喜歡醫院的生活 待不下去了 才會展開這樣的逃亡 不過索性他逃亡4天 在北北基爬爬灶之後呢 最後是已經落網 也民眾也終於可以安心 以上的現場為您掌握的最新 降臨